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领航着台湾走过风雨飘摇的1970年代 他是风雨中的掌舵者 也是人们心中永远的行将院长 孙运璇 1945年抗战胜利 台湾的电力在战时受损超过八成 孙运璇奉命来到台湾 接手电力修复的重要任务 他刚开始接收 他是当机电处长 那机电处长的话 第一部分就是 你如何把那些被炸坏的那些电厂 怎么把它修复 那修复 他就开始会用脑筋去想 这人力不够 这是第一种 第一个呢 机器不够了 就变成要东拼西拙 那在六个月到八个月的时间 至少就是80%就已经恢复了 孙运璇在台电的成功 使得他有机会 以技术官僚进入内阁 随后更担任了交通部长 经济部长 以及行政院长等职位 在动荡的1970年代 孙运璇运用他的智慧及勇气 带领台湾继续昂首向前 缔造奇迹 1980年 孙运璇接任行政院长后 便从援助所 搬至重庆南路上的这栋建筑物 这里保有日志时期 台银宿舍的配置 充分体现合洋混合的建筑特色 关于这种合洋混合的模式 因为我们也知道 那时候日本人刚开始 他们也在努力地西化 那他们很想要有这种 西式的建筑进来 那通常这种洋室空间 代表是一种办公的 会客的公务生活的方式 那合室就是他们自己居家 自己住家的模式 连带来说就是包含合室的庭园 那这个也让我们看到 日式居住的生活美学所在 这个房间是父亲在楼上最常用的房间 因为可以走出来 可以看到这个漂亮的庭院 尤其是这个渔池 父亲非常喜欢这些井里 他每天都来喂 把每个井里都喂得胖胖的 给他带来很大的快乐 就是这些井里 1984年2月 孙云璇因故中风 这间故居也陪伴他走过 二十多年的復健之路 其实父亲中风对他来讲 是大概他一生中最大的打击 可是即使是这样子 他从来没有放弃过 每一天早上起来 就是为了要达到他这个 走两千步的目标 就去做到 所以我就说 父亲他是一个 很有弃而不舍的精神的人 2006年 孙云璇逝世 享年92岁 同年 台北市政府将这里定为 试定古基 并委托孙云璇学术基金会 经营管理 其实名人故居很重要的价值 是在于我们要了解 这些住在这里的人 他曾经做过什么事情 他对台湾战后的影响 有什么样的价值跟意义 我想孙云璇纪念馆 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做法跟案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